哈喽大家好,我是玛琳达 今天呢,我们来学着一只小松阴夫设计的老鼠 突然发现明年就是鼠年了呢 十二生肖过完了一圈 正好有小伙伴想要学这只老鼠 那么就提前教你们 这只老鼠的设计又简单又可爱 我们赶快开始吧 这只老鼠我用的是15厘米的大创的纸 首先在白色这面折出一条对角线 然后边对边对折 翻到有颜色的这面来 这个角往上折 使它落在这条折痕上面 之后左边这条边再朝这条线折 之后上面也是一样 这个角折上来 这里对齐底下的线 然后呢,这条边朝着这条边折 另一边的这个角也折上来 之后呢,翻到背面 底下这个尖朝着这个点来折 折痕折到中线为止 这是和背后的边是同一条线 然后再朝着这个点来折 之后呢,这个边朝着这个边折 这里需要做一个托尔折 左右分别折出这个角平分线 中间一捏,然后呢,往左压平 之后呢,还是从这个点开始 往这里做一个垂线 这样往上折 右边这个边对齐 这一折痕只折右边这一段 然后左边这儿也是做一条对称的折痕 从这个点开始折 之后翻到这一面来 这两条边分别朝着这两条折痕折 这两条角平分线 然后底下这里沿着这条折痕做内翻折 这层纸层的底边朝着这条边来折 然后呢,这里纸层往上抽 从这个点连接这个左边的角 捏一条折痕并且压平 这里底边再朝着这个边折 然后内翻折 之后呢,从这个点往这个边上做一条垂线 这样折,然后这里边对齐捏一条折痕 之后右半边重复同样的步骤 先沿着这条线做内翻折 这一小块纸层折 这一小块纸层折上去 然后上面纸层往上拉,压平 这一小块纸层折 这一块往上折,并且做内翻折 再从这个点往这儿做一条垂线 之后呢,沿着这里做的两条垂线 把这的纸层往上压平 变成这样 再翻到背面来 这里上面的纸层要这样往下推 然后把它给合起来 这里手的部分先把纸层这样往里面折 然后沿着后面的边折一下 内翻折到里面去 之后呢,里面这个纸层这样子往上断折 让它上面的边和这里对齐 并且压平 另一个手也是同样 先把纸层往后面折 沿着背后的边做内翻折 之后把手断折上来 之后处理头部 先把这块的纸层翻成白色的 转换颜色 在同样的方法把它给收回来 这两块往下折 然后这里也需要做一个断折 从这个点开始往这里 这样子往下折并且上面这样打开压平 做出总共这样子三条折痕 背面也是同样 然后耳朵背后的这块纸层 把它往里面做一个内翻折 这样子固定它的形状 之后来做这个鼻子 先把它往上面折一段 做外翻折变成白色的 然后呢前面再折一小段 并且前面这段做内翻折 藏进去 这儿鼻子就做出来了 然后呢这个头部的整形呢 就是沿着这里现有的折痕 这条凸出来 这条凹进去 差不多这样 之后呢来处理尾巴 首先沿着这条线做外翻折 然后呢再沿着这条线 把它往里面推 之后这里打开 这个边往上面顶 这样子做一个内翻折 然后呢底边再朝着上边折 把它给折成白色的 最后呢再沿着这里 再做一个外翻折 把尾巴给改成朝上面的方向 最后整理一下尾巴的形状 这些纸层中间可以上胶固定一下 这样子今天的老鼠就完成啦 嘿 对我呢投个硬币 顺便关注一下我 之后再评论区留个言 写点建议 下期我们再见吧 呜呜 咯 对 噢 好